三个尺寸终于做完了 这是20方钢用的 25方钢用的 30方钢用的 这次分享图纸是25方钢用的 一共做了四个格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水泵舱 这是一个加热磅 也可以放绿材 这是一个绿盒舱 放绿材的 这个舱也可以兼容 目前测试中的卷纸机 这边棉盒 淡水用的 里面一个还一个棉盒 如果海水 放这个 装淡分 如果不装淡分 把这个装上 两个一起用 由于这个拓竹能打256的 所以这是能够制作的整体的最大尺寸了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钢里的效果 先来看一下这个20方钢 我是用玻璃胶把它整个封起来了 大家如果像上次那个海星那个钢 我是直接把它放里面的 它也是可以的 为了方便 它在里面不断动 直接用胶粘一下也行 以后如果不想用了它 直接用刀沿着四边切一下 它就轻易把它拿下来 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挺不错的 改天把它开一个钢 下面就是25方钢的 这是一个25的方钢 来把它放进去 就是这个效果了 根据需要也是可以这样放 或者是沾上都可以 看自己的需求吧 这个绿盒还是做一个抽奖吧 在我发布视频的频道 点赞最多的一个频道里面 在留言中抽选一位幸运观众 送这一套绿盒 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参加一下 模型文件还是在拓竹的网站上 搜索水世界水族馆 就是频道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下载文件 大家自己有打印机的 直接下载打印就行 根据我设置的参数 一般建议就是说 ABS材质或者PETG 两种 不要用PLA 它的一定要填充度 一定要是百分之百 不要再来空心的 不结实 也不会省太多的料 好了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一下 避免错过以后的更新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见